嗨,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药师佛寺 这里是Danjung Sepak 这个药师佛寺里面是一个非常庄严的 他们主要是以供奉药师佛 我们来这里去看看这里有没有一些素食 可以让我们去试一试的 一进来就看到一个非常庄严的药师佛寺 非常的宏伟 我们就看到了主店,主店就在那里了 这是他的大门 然后这里有着一个弥勒佛 然后呢就在这一边呢在右手边呢 就是他们那个单位 然后呢有个小素食当就在这里了 就在这个五官堂的右手边 有着小小的那个单位 而是卖着一些 等我去看一下 一些小食哦 一些老姜茶 然后还有一些麻辣花生啊 嗯,其实种类也蛮多的 这种是可以买来当手性了 鲁绕丝 鲁绕丝 中药橄榄 鲁绕丝 柏橄榄 蕃茄干 嗯,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消失的东西哦 嗯,然后这里有个功德香 还有很多一些这种小工艺品 在这里一些香 啊,然后蛮多的一些小工艺品 然后就在这里 他们有做一些水路的一些法汇 有一些不同的茶类啊,小工艺品啊 嗯,然后就在这里的旁边这里呢 就是这一个的那个素食店了 那个档口就在这里 嗯,就是这一个的一个档口 啊,然后他们就叫做圆圆客栈 嗯,这里今天有的是拉西勒马阿桑拉萨 酥排饭 还有一些饮料在这里 嗯,所以这一个圆圆的客栈呢 他们是开的是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日 嗯,就开了 啊,这里是他的那个食堂 寺庙到五点 但是你们这个食堂就到三点 十点早上 呀,十点早上到三点 就五、六跟热的 这里都有提供一些 这里刚才所讲的一个素食 呀,这是这个的素排饭 哇,他的餐具这里呢 是蛮威生的 嗯,哇,而且这里很大风哦 很凉爽 然后,来我们试试看他的这个素排饭 里面这里是有薯条哦 有点像一个西式的 嗯,这里是薯条 然后,他的饭呢 是,试试看 嗯,黑胡椒 黑胡椒 要做汁 然后,他的那个饭是一粒粒分明的 这个,他的那个素排 素鸡排 嗯,刚刚炸起来,炸得蛮酥脆的 嗯,主要他的这个 他的那个汁啊 嗯,黑胡椒的味道很香浓的一个 黑胡椒排饭 哇,这个 阿桑拉萨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 南疆 看到的了 然后,他这个阿桑拉萨 哇,非常 很浓郁的那个汤头哦 然后,我试试看 嗯,他 哇,这 有点辣哦 嗯,但这种的辣呢 是对 呃,吃阿桑拉萨 喜欢吃辣的呢 而喜欢吃那种酸酸辣辣的呢 这一道,是非常开胃的一道菜 然后,我来试试看他的面 他这个的阿桑拉萨的面呢 是属于比较 又小的 又细的 嗯 特别 特别主要在于他的那个汤头是非常的浓郁 然后,你看 还有很多的那个 黄梨 嗯,喝得出呢 他这个呢 熬煮呢,是 还用很多 蛮多的那种黄梨去熬煮出来的 的那种酸 嗯,所以这一道呢 放了那么多的一个素菜 酥酥脆脆的 跟这个 他的这个 阿桑拉萨的面呢 吃起来呢 是非常开胃的一道 阿桑拉萨 嗯 嗯 而且,那么凉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真的可以推荐的 阿桑拉萨里面呢 有吃菜 所以吃得出有一种那种 呃 那种海藻的味道 所以这个阿桑拉萨是 蛮特别的 嗯 这个是这里的那个 那一个 我比较欣赏呢 是他们这里的那个饭 因为它的饭是 有点像那种珍珠米的粒粒分明的 嗯 嗯 那椰香味很重 所以这种呢 吃起来呢 是很香的那种椰香 然后还有吃到它饭蛋味 嗯 通常主角呢 就是这里的 嗯 主角呢 就是它的这一个 桑巴了 嗯 它桑巴呢 有 有菜骨哦 里面 所以吃起来有那种菜骨味 而且这就不是很辣的那个辣椒了 嗯 这个比较适合小孩子吃 嗯 这个比较适合小孩子吃 还有它这里有一些 炸芋头 还有一些是 炸豆腐 当然还有这里的它的那个 炸饼 所以这是一个 这里的一个 其中一个signature dish 就是这里的 Nasinema OK 既然我们来到这 这么庄严的一个庙 我们吃了之后 然后过后 我们就会逛一逛这个庙 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就在它小当口的旁边呢 就有着一个 千手千眼无癌大悲心陀罗尼 好 现在就让我们逛一逛 这一个寺庙 琉璃 琉璃 琉璃世界 钥匙宝殿 哦 这里刚好有一个浴火 好了吗 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稻草 嗯 这个是一个 法堂 这是我们上了 那个一楼 就完了 我就好了 知了 请 freezing 像是我们穿越了不同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 你看到风景非常的优美 因为那边都是一些火龙果园 还有他们的一些果园在这里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 它这个是涂上去的 是一片一片的那种花是慢慢的用手工去涂上去的 所以他们还在 其实还在正在踩着的是每一片他们的墙壁 一个一个的穿越每一个都是很用心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三楼了 吉乐殿 有这一尊南门地藏王菩萨 这个是一个新军殿 这是它最高的一层了 这里就是一个大雄宝殿所在处 这里就是一个大雄宝殿所在处 这是一个大雄宝殿 这是一个大雄宝殿 这里就有这个鼓楼 这是一个天皇殿 这个就是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一个要试室 是在这里当中是吧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那一个方向就有这个树式档 而是有这个寺庙的一些wolenteer 他们去经营的 如果来到当中是吧 这里就多了一个新的打卡景点 跟一个可以讨败的一个景点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享用他们这里的一个树式 就在此就谢谢大家感恩大家 跟祝福大家 幸福美满